美国国务院刺青克拉克9月旋风来台 台美将展开更实质经贸对话 一大原因也跟台湾科技业重要性有关 日经亚中评论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今年夏天拜访台湾大型晶片业者和高科技公司 传达讯息相当急迫 要求台湾企业站在美国这边 更快移除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厂房 降低和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关系 被视为告诫意味浓厚 报道指出台湾科技业者正站在美中新科技冷战的 断层线上 从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到电子代工大厂 鸿海都将要选边站 台商回来台湾或者是要到第三地 那我们经济部都会积极协助他们 那你看今年以来我们的台商回台投资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八千亿的这个资金了 那这个就表示厂商他会应用各种情势 然后做他最佳的布局 敦促台湾企业彻中说法没有获得IT官员证实 但实际上美国川普政府态度是相当明确 美国台台协会9月邀集欧盟加拿大日本相关人士 就全球供应链重组议题首次举行论坛 更是公开主张与中国脱钩 实际上中国投资环境也已经不再是台商首选 业者更是快速调整布局 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日前调查 多达80%的受访台商 未来两年不会增加在中国大陆投资 更有66%对今年下半年中国投资环境感到不乐观 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 它是只要在中国那边制造的 那有进到那个项目 那到美国去就会变成是美中之间的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税的问题 美国大选后对中共围堵政策将更加明确 也牵动在大陆的台商企业营运布局 新台电视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